3月植树月 花蓮领馆处举办11场正苗活动 响应植树爱地球 花蓮市的花岗国中也以环境教育方式 在校内的百年加东老树 进行户外活动爬树课程 来认识大树与树对话 期盼小朋友们学习尊重无声的生命 也向大自然致敬 原本是校内同军团活动 希望推广到全校 让每个学生可以在当中体验 从高处细看学校 其实自己所住的城市 3月植树月 各地陆续举办正苗活动 响应爱地球 而花蓮市花岗国中 将校内两棵百年加东老树 和原本校内同军团课程 攀树体验活动做结合 推广为全校学生参与 其半让学生学习互助合作精神 静静大自然 在课业之余也能突破自己 激发潜能 因为我从小就有居高症 我大概爬个一两公尺 我就想说算了 就是其实你只需要老师讲了 你有去听 你基本上你会懂 就是看你的勇气 你有没有敢上去 你有那个气急 你上去的话 你发现你爬完了 你那个成就感是很多的 因为我们身后这棵 茄冬老树 其实是陪伴着花岗 很久很久的一棵老树 那现在我们活动中心已经落成了 改建已经 整秀已经修好了 那也让学生就是有一个可以清净树木的机会 也让学生可以藉由这个攀树的活动 知道互助合作 也知道户外安全 更重要的是能够清净大自然 让他们除了课业之外 能够有一些可以培养自己其他兴趣 或者是激发自己潜能的方式 学校有两棵百年老树在这边 但是其实学生也许很少来到这个地方 然后认识他们学校的大树 所以这次借由这次的活动 然后让他们可以在这边 然后清净一下大树 再就是活动结束之后 会邀请他们到树的旁边 也许跟他们讲讲话 跟他们说一些谢谢的事情 因为其实树他是有生命的 他不是说就是不讲话 然后就他就是没有生命的东西 所以其实也一部分是借由 让孩子去跟树更清净一些 甚至是可以爬爬树 其实他们像现在这样就很像是 在他的那个手臂上面 那他们也可以试着爬上去 他们的手臂上面 可能坐着也好 然后去感受一下 跟树的那种感受 观合作用户外探索学校表示 希望可以提供更多元的 环境教育学习管道与方式 让一般生、听长、生长等小朋友 透过爬树、缩西、海洋教育等活动 认识自己的身体 也共享自然环境的美好 记者长方言华联师报导